大家好 各位 大家好 看到馬太木齊的現實 我覺得馬太木齊的現實真的變化太大了 我覺得在生命裡面 從非常優雅的巴洛克時期突然跑到21世紀來 我覺得在生命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一個故事 不同的一個表達 但是在生命裡面卻是同一個人 所以我們在生命裡面 從非常古典的到非常浪漫的 非常前進性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去體會 不同裡面的奧秘跟可愛的地方 其實一樣的 我們在討論信仰裡面很多內涵的時候 一樣的東西可以有不同的結果 而且差別很大喔 我們今天討論祭壇 我們都很習慣討論禱告的祭壇對不對 也討論這個家庭祭壇 討論到很多的城市祭壇 也討論到很多的國家祭壇 哇 講到很多很多祭壇 你知道嗎 一樣的祭壇的故事裡面 一樣的祭壇故事裡面 可以帶給我們很多的一個省思 跟生命的一個盼望 但是一樣的祭壇也帶給我們很多的 好像危機意識 那這個危機意識 是我們在生命裡面 必須要去分辨的 麻煩稍微幫我把遙控器拿過來 稍微在我上面 對 我想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常去噴到很多的故事 我都用相同的一個器具 相同的一個媒體 謝謝 這個祭壇喔 就好像一個火力強大的一個武器 是一個很大的能力 如果可以用來準確對準敵人的話 那就是一個什麼 非常有果效的一個武器 能夠建立一個非常得勝果效榮耀 這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同樣擁有一個強大的火力 火炮 槍炮 在一個不會用的人身上 用錯的人身上 常常都是怎樣 到處亂爆 成為自己的傷害 其實祭壇更像一種 現在的玩機玩弱這樣的一個 電腦裡面的一個玩弱的一個果效 它可以從很多地方得起很多的知識 很多的能力 很多的一個嘗試 但是也可以 也可以如果用錯的話 也可以從那裡碰到很多危機 所以今天我們要在這個祭壇的迷世裡面 好好思想 我們每次講祷告祭壇 每次講這個祭壇的觀念的時候 請注意 聖經一直告訴我們說 祭壇帶給我們對神的敬拜 但是也帶給這世代很多的民主的敗落 因為祭壇變成秋壇的感覺 就是一個生命裡面一個錯覺 那時候是如此 今日也會是如此喔 那我們來看 祭壇最早是 我們想看到 當然我們從一些故事可以看到 該隱那時候 他是獻祭 其實那時候還不是全然的祭壇 但是他的獻祭的果效 變成一個生命的錯覺 也變成生命的悲劇 扫羅最近我們在查經查那 扫羅的時候 他的祭壇也是一個 生命裡面的一個什麼呢 生命裡面一個敗落 因為他的獻祭成為神的生期 以利呢 以利神說 你所做的 就算你在祭壇上一直獻禮物 你的罪還是不得署的 沒有用 我不要你的祭壇 其實在西西家的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從以利開始以後 到處 曾經神特別祝福的祭壇 到後來 人在用走過的地方 繼續用舊的祭壇 來獻他們自己想要的祭 就變成秋壇的一個故事 那這些故事 其實秋壇本身是一個高 就是一個高地 高地喔 然後人在那邊獻上自己所想要的 結果一而再再而三的 以為是祭壇到後來都是得罪神的 特別在像金牛堵的這些事情上 但是還好 一直到後來聖殿建好了的時候 統一所有敬拜 終於結束了這些秋壇的故事 然而 然而 好景不長喔 好景不長 人又開始在各地 建立自己的一個祭壇 所以那時候故事變成 很多的敗壞 人個型歧視 特別是耶路坡安 那我想 他為了自己政治的立場裡面 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祭壇 那大家都來我這邊 我這邊有神 那可以想要的就是說 所有對耶和華所做的動作 全部都有 但是心不對 就好像神也說 你所有禱告的動作都有 查禁的動作有 獨聖禁的動作都有 還有敬拜的動作 還有舉手什麼都有 但是心不在這兒 照樣是得罪神 所以在祭壇裡面這故事 告訴我們說 自從聖殿建好以後 人開始又開始為自己 所以包括連聖殿裡面 都做錯了 人行自己所要的一個敬拜 一直到西西家 終於把所有的舊的 通通把它拆掉 包括摩西當時所建立的銅蛇 因為人又在那邊燒香 又在那邊行自己所要的 那我們要想 比如說我們台南聖教會 我們台南聖教會 最早是永樂町花岩町 那幾個地點 如今搬到這兒 如今搬到這兒 那以前那個地點 是不是要在那邊建立一個 以前我們在這邊很靈驗的 哇 這邊禱告都好 神應許 我們就在那邊建立一個祭壇 不是 神要的祭壇不是地點 神要的祭壇不是地點 是你的心在哪裡 所以西西家把這些拆毀之後 神說我喜願你所做的 真正的敬拜 然後可惜呢 馬拿西到後來 又開始建立自己的 屬於自己的 因為萬祭神 然後開始建立自己的喜悅 又把巴黎的壇 重新建立起來 神再次讓馬拿西 建立到 進入到萬劫不復的一個地步 到後來他才悔悟 自己也把那些拆掉 那為什麼人都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情呢 因為我還在 每個人的我都還在 所以都把祭壇跟我是連在一起的 那我們來思想 聖經在我們很喜歡唱這首歌吧對不對 讓我們重建大衛倒到的戰鬥有沒有 讓我們起來讀住其中的破口 其實這是阿摩斯書裡面所說的 第九章所說的 因為有一天你會失落一切的 但是神應許說 等你失落一切以後 那時候你後悔 我會再給你機會 但我再給你機會的時候 你才知道 生命是很多很奇妙的故事 那時候你要重新建造 起初神所喜悅的一個祭壇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神所喜悅的祭壇是什麼 神所喜悅的祭壇 也就是說你敬拜神 你一定要動作 而且要走到神那裡去 而不是叫神走到你這裡來 我再強調一次 建立祭壇是 你禱告 你要更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走到神那裡去 而不是你在這個地方說 我的需要 我的需要 神你要到我這裡 如果你沒有到我這裡來的話 我對神很失望 那我們來到神面前 每次在敬拜的時候 我的成分 如果很濃厚的話 你的敬拜不快樂的 你對人也不快樂 對自己也不快樂 對自己所做的也不快樂 對別人所做的更不快樂 那我們今天如果來到神那裡去的時候 第一 發現自己卑微 發現自己渺小 第二 發現合一的美麗 合一的喜樂 你就發現別人好棒喔 神所賜給我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好棒 你一進入不要說什麼 連什麼事情都還沒做的時候 你就快樂的不得了 弟兄姐妹 昨天我們在這個故事裡面 可以看到當我們弟兄姐妹 我們一直呼喊弟兄姐妹出來 為神秘而站立的時候 那這是為希望之光 我們臨時希望他們 都能夠站出來 為這個單位來呼喊 來遊行的時候 其實遊行的目的是什麼 弟兄姐妹 遊行其實對整個環境 因為媒體 現在媒體也不太 也不想注重這個 這個希望之光 是一個最弱勢的一個團體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它是為為父媽媽 來保護這些 這些本來要墮胎的小孩 那昨天我在跟一位董事 他是律師 談到這個問題 說這個優生法立起來 實在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都以為 我也是這樣以為 我們做這件事情 是保護女性的權益 女性的權益 所以要保護為父媽媽 哪知道 當時這個立法 出來的時候 是哪一個單位推動的 是女權運動 推動 墮胎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權益 哇 如果是女權運動 推動出來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 那告訴你 醫生的公會 更希望她趕快立法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法的話 醫生常常處罰 所以有這個法的話 醫生就OK了 所以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誰為那個 會被剁掉的那些嬰兒說話 沒有人啊 沒有人啊 那偏偏那些受害者 是不能出聲音的 不能出聲音 那有誰為他們出聲音 所以當他們講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今天我們為生命而占領 為不能出聲音 來出聲音的時候 弟兄姐妹其實我滿感動的 那我們只是做一件事情 我們走路的時候不出聲音 那其實果效在哪裡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 但是最大果效是 出來走路的人都有感覺了 出來走路的人都有感覺 弟兄姐妹 我還是在說 祭壇是要你有感覺 你獻祭了以後 你應該會有動作 你應該會有行動 而你行動是跟你的獻祭有關係 你的獻祭就是一個禱告 就是一個尋求神 那我們現在是講 祭壇這些觀念問題 那這個祭壇是他要有方向性的 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裡面 告訴我說 求妳發出妳的亮觀和真實 好引導我 帶我到妳的聖山 到妳的居所 這個地方所說 妳的亮觀和真實 是妳的亮觀和真實 才能夠說 guide me and bring me 這個地方所說 帶我 帶我 let them 就是 是亮觀和真實 這兩個東西 在帶我 在引導我 那什麼是妳的亮觀呢 什麼是真實呢 亮觀是一個意象 你會看到果效的 你會看到果效的 然後什麼是真實呢 確實是一個真理 那妳的話 引導我 我這樣做才對 我這樣做才對 當我往前面走的時候 生命裡面常看到 生命奇妙的果效 就是什麼呢 就是妳將會看見神 生命奇妙的果效 是妳將會看到神的榮耀 神的居所 到神那裡去 祭壇是幫助妳到神那裡去 比如說 摩西看到神的時候 在荆棘火焰當中 神說摩西 我現在見妳面 不是要滿足妳的生命的需要 也不是告訴妳說 妳在這個地方牧羊人 妳會怎麼建立妳的家世 今天妳依捐我 我要妳去 我要妳去的地方 我不是要滿足妳的需要 甚至妳開始面對 妳生命的剝弱 跟妳生命的破碎 妳可能要去面對遺危險 妳可能要把自己付上代價 但是我要妳去完成我的使命 到神那裡去 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在這個段 有一個觀念問題 觀念問題 祭壇與葬盆人生的關係 直接說好了 大家先看這邊 今天祭壇是跟著葬盆走 葬盆不是跟著祭壇走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建立一個祭壇 我們就不動了 神要是我們人生 在這世代裡面 像寄居者 像一個寄居者 像一個客人 妳一直在動 妳到什麼地方就建立祭壇 妳到什麼地方就建立祭壇 但是妳在這個地方建立祭壇 妳到下一個地方建立祭壇的時候 是下一個祭壇才有用 這個祭壇不要讓它變成秋壇 不要讓它變成紀念館 所以我們常常在生命裡面看到 哇 曾經這個地方禱告 霍佛靈 霍佛靈 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教堂 然後大家在燒香在這裡幹什麼 神說我不要這個地方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說 亞伯拉罕當時是怎麼面對神的 神跟亞伯拉罕顯現 亞伯拉罕就在那個地方 祭壇座壇敬拜神 亞伯拉罕到另一個地方去的時候 又在那個地方祭壇座壇 一直到羅德離開亞伯拉罕的時候 亞伯拉罕往前走 又在那個地方繼續祭壇座壇 亞伯拉罕走到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就是敬拜神的地方 今天台南聖教會 最早公園路43號 後來搬到公園 不是搬 這個地址換了 變成公園路129號 然後再搬來虎前4階90號 虎前4階90號 後來再拆掉重建這棟大樓 弟兄姊妹 都沒有一個教堂的遺物 是我們需要去珍惜的 我們不需要珍惜這些遺物 我們要珍惜的是 一直往前走的道路 祭壇是帶我們往前走 祭壇是帶我們往前走 那你往前走才能夠證明 你的祭壇是真的 如果我們的祭壇是一個保護自己 防衛自己的話 那你的祭壇 將會變成一種高地的 屬於人的 喜歡的 那有一天 是更多得罪神的故事 得罪神的故事 來我們來看這張圖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 祂在那裡 好幾座祭壇 走到什麼地方 就是一個新的祭壇 這個就是亞伯拉罕 所說的一個故事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們來想 在生命裡面你祭壇 你這樣一座一座祭壇 祂的意義又在哪裡 你真的得到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張圖 哇 這張圖真是很特別 一個小孩看到爸爸在吹一個氣球 爸爸吹一個氣球給你 也要給你玩 那小孩看爸爸 越吹越大 越吹越大 好擔心喔 爸爸 你把氣球吹那麼大 你會不會變瘦 你把身體裡面的東西都吹到氣球裡面 那你會不會變瘦 好像爸爸吹了很大的氣球之後 爸爸還是沒有變瘦 奇怪 這個氣體是由爸爸口中所吹出去的 但是吹了那麼大的氣球之後 爸爸肚子還是很大 所以小孩子不用擔心爸爸會變瘦 因為那些氣都不是爸爸的氣 都是什麼 爸爸要吸進來呼出去 所有的氣都是早就存在的氣 爸爸只不過做一個動作 把他吸進來吹出去 吸進來吹出去 這氣球裡面的氣是外面的氣 他只不過做一個動作 吸進來吹出去 吸進來吹出去 然後不影響自己身體裡面的容量 弟兄姊妹 祭壇幫助我們做一件事 領受神的恩典 不是要你的東西 不是要你的東西 神不會要你的東西 但是神要你的心 也就是你必須相信去領受 你領受了就做出來 領受了就做出來 比如說 今天我們要建造台南聖教會 開玩笑 那麼貴 你怎麼建 我們教會有多少錢 我們教會有多少錢 沒有 沒有錢 其實這個教會 所有的財產 所有的榮耀 是神 早在天地萬物裡面 早就存在的 我們只不過帶著一個 祭壇的心 就是主啊 我相信 我要領取你給我的 你給我的 世人看不見 我也看不見 但是我相信 我藉著祭壇的禱告我就領取 領取以後 我就變成真的做出來了 就是空氣 早就在大自然的空氣 你看不到 但是你把吸進來吹進去 就變成看得到了 有容量的 弟兄姐妹 其實 我們今天還要建一個 更大的一個敬拜中心 可以嗎 如果這世界還沒有垮 這世界還沒有毀滅 一定可以的 因為 所有天地萬物的榮耀 早就是 早就存在的 今天神給我們 建造一個 一個 敬拜中心 也是從 天地萬物所有榮耀 給我們的 我們再把它付出去而已 那你要再做一件事 什麼呢 你只不過做一件 領取的工作 再把它拿出來 所以弟兄姐妹 這裡你要學習 真的要學習 包括我也要學習 神給你多少恩典 其理就通拿出來 不要保留 你一保留就變成秋堂 那就會變成自私的東西 神給你多少你就拿出來 神給你多少你就拿出來 那就是呼吸 好 那就是祭堂 因為神熱意把更多東西給你 因為祂知道 你能夠實現神的榮耀 阿們 各位姐妹 來敬拜就要來真的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在生命裡 就好像 我們教會裡面 一直做很奇妙的故事一樣 當我看到大家為生命而站立的時候 其實 才廣告 廣告 廣告三四天而已 就很多人站出來 而且都是一些媽媽 其實禮拜六下 我們教會非常忙碌的 並不是造出很多閒人 其實這些人都非常的忙碌 我看到他們 一結束馬上要趕來做什麼事 趕來做什麼事 但是他們願意 而且聽說要穿紅衣服 還要回去再買 重新再買 然後做什麼 各位姐妹 走一趟也沒有人注意到你 然後你又花了250塊錢 有的人花更多錢買 但是我所說的就是 生命是在乎你願意 你喜悅 你喜悅以後 你就有動力了 那動力是什麼呢 是什麼好處呢 沒有別的好處 就是高興 各位姐妹來到教會你要喜樂 來到教會你要高興 各位姐妹你現在來教會有高興嗎 你如果沒有高興 沒有喜樂的話 來教會你是你的重擔 當然有些人說 小組長規定我要來 我沒有來的話 他要對我罰什麼 各位姐妹 今天我來教會裡面 沒有扣分的制度 也沒有罰責 什麼都沒有 各位姐妹 我們來教會只有一件事情 你要遵 你要遵行神的旨意 那遵行神的旨意 你就充滿喜樂 喜樂多少錢 喜樂多少錢 我讀了一個 洛克菲勒的一個故事 他從小就立志要賺大錢 三十歲的時候 他賺了第一個一百萬 然後四十歲的時候 他成為最有錢的人 然後到五十歲左右 他成為世界第一個 億萬富翁 第一個 然後在非常有錢裡面 到後來他因為胃病的關係 他都只能喝牛奶而已 然後因為他很有錢 這個社區裡面 大家都滿討厭他的 討厭他 所以他就開始為自己設立什麼 設立很多保鏢 所以他沒有辦法領受 生命裡面的喜樂 他很有錢 沒有辦法領受 直到他有一天 生命醫生跟他說 你重病可能快死了 他說 領悟出來的時候 他決定了 他決定一件事情 我生來所有財戶 我一毛錢都不帶走 所以他開始建立 所有的慈善事業 把所有錢都分出去 開始分出去以後 他開始變成快樂的人 開始變成 生命原來是這麼這麼的喜樂 包括為教會 各位姐妹 其實在我們生命裡面 神要動力是什麼 喜樂 你如果沒有喜樂的話 就算賺大錢 當然如果什麼錢都沒有 也是很難喜樂 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神賜給我們是夠我們用 我就走到神那裡去 下面這句話很重要 到我 什麼 最喜樂神那裡去 請記得你到神那裡是 所有事情裡面最高級的 最喜樂的地方 想到要來教會 你想到跟弟兄姐妹見面 你就很高興 想到跟弟兄姐妹 今天要一起去西側館場 這樣遊行 你就好高興了 想到今天下午 我們有個特別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 聯合婚禮的感恩禮拜 哇 我今天來看這些老人 老人 老娘 你就會發現 生命裡面充滿了喜樂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第一堂名聲說的 不要怪我 那在生命裡面 生命裡面 當然這些新男新娘 經過十幾年 最多到三十年 但是他們今天 所帶出來 每一個時候 站出來喜樂 沒有辦法去描寫 但是真的讓你羨慕 你看就知道 但我在排院的時候 只因為大家都 太愛開玩笑 就一片混亂 但是在混亂裡面 看到那種秩序真好 但是我跟你保證 當然整治者走的時候 你會感動得不得了 你會感動不得了 因為這是有年歲 所寫出的喜樂 他們結婚的時候 都不是基督徒 他們沒有在教會結婚 所以他們想到 今天可以在教會 走這趟路的時候 他們好多人很興奮 一直在邀請他們的好朋友 各位兄妹 這是祭壇 這是要告訴我好朋友說 這是我最喜樂的地方 告訴我的好朋友說 你們來 看看我 這十幾年 這二十幾年來 我成為喜樂的源頭 是為了什麼 而且這些人都稱為小組長 稱為區長 在教會裡面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 祭壇的動力 你真的知道嗎 在神的祭壇裡面 最喜樂的故事就是什麼 但我們在生命裡面 想到十篇二十三篇 也是昨天我們禱告會裡面 所談的 其實昨天禱告會 是為今天的那個 這個聯合感恩禮拜 所預備的 神以敬畏祂的人親密 然後這些人必有恩惠慈愛 神要示給他們 帶給他們恩惠跟慈愛 恩惠跟慈愛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四篇二十三篇你們所說的 這個地方 我要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恩惠慈慈愛 示給妳 我要帶妳到神的居所去 那個地方妳有生命最大的喜樂 我家前一陣子 買了一個會掃地的機器人 每天他很乖 現在是我家只剩下 我跟慈愛兩個人 所以每天回家 就看我這個小兒子一樣 他是我家另外會動的東西 然後他回去 他就會在那邊掃地 他完全沒有怨言 他完全沒有怨 他掃掃掃掃 所以每天我們就把他當小兒子 所以把他取名叫送送 然後在神明天看著他這樣 走走走走走走 這也很高興 而且他完全沒有怨言 沒有 鑽到船底下去掃地 哇 掃得很乾淨 那有一天下午 牧師娘 他自己就找位 找地方去掃地 走到送親的房間以後 然後進去裡面 他會安靜掃 牧師娘沒有注意到 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就去做事 結果門就關起來了 這個機器人在送親的房間裡面 就 然後快沒有電了 偵測到基地 但是門關起來走不出去 他只要在 一直到鞠躬進翠為止 後來牧師娘發現 他在門裡面的時候 看到他停在那邊 好傷心喔 就趕快抱起來 趕快把他抱到機梯台那邊 他就很快樂 又重新充電了 送送又開始帶著喜樂信 然後又 所以那時候我就發現 能夠回家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故事 你不能回家是一個 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是充滿那種怎麼呢 充滿無奈的感覺 但是 但這個機器人回家的時候 這個機器人回家的時候 哇 這就是我家的機器人 回到基地台再充電 那這叫做回家 回家以後 重新充電 就是重新得力 他又快樂的開始 每天 好 家裡沒有小孩的人 可以考慮 又會動 又會工作的 這個比較好 不會帶給你很多樂事 還幫你做事 好 那我想在生命裡面 感覺到 他不能回家 他停在那邊 感覺他很可憐 你把他抱回去 機梯台那種感覺 那他就開始 又有電了 那種感覺就很好 第二姐妹 我們需要這樣 常常回家的感覺 祭壇是幫助我們回到神面前 重新 你能夠回到神的家 才是真正的喜樂 好 在生命裡面 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這些故事 都在對我們說 我們今天 生命的需要的感覺是什麼 好 最後一點 神在這個地方告訴我們說 我早就在尋找 和我心意的 我一直在找這種人 我一直在找這種人 那這個是上禮拜 我們的第二軍團 第一軍團所背的聖經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大家還記得嗎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The Lord looks down from heaven 這個地方所說 神在天上一直在看 地上有沒有人在 兩種人 Any fool understand Any fool stay guard 在這裡有神在尋找 有這兩種人 Any fool就是什麼 有任何人 只要他願意我就要他 只要他願意我就要他 就是這個意思 哪些人呢 有明白的嗎 有想要尋找神的嗎 祭壇的迷思是 真的你想要尋找神 還是你一直告訴神說 你要來找我 弟兄姐妹 神在找這種人 如果你願意找神 你願意找神的話 你會想說 回家的喜樂 回家喜樂 好 求主能夠保守 讓我們在生命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挑戰 什麼挑戰呢 神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要到神那裡去 你要到神那裡去 你不能一直在自己原地說 神啊我今天要什麼 我今天要考試 我今天要這個 得這個產業 然後我今天要打這個業績 神啊你要幫助我 明天要考基 要怎樣 你要幫助我 各位姐妹 在生命裡面去尋找 你所要的 你所要的 有一個 有一對告訴我說 今天他們要參加 今天下午的聯合婚禮 然後當年他還沒結 還沒受寫 還沒受寫 還沒有信主的時候 他結婚的時候 那結婚的時候 他有一個目的就是 一定要搶那個時間 搶那個時候 參加市政府的一個 登記結婚 因為那時候市長說 這個時間內 這個時間 結婚的都會送三機 這個洗衣機 還有電視機 還有烤麵包機 不是喔 蛤 不知道是什麼機啊 縫鏈機 是喔 縫鏈機喔 有三機 但是喔 他是帶著目的 趕快訂那個時間 我訂這個時間 是為了這三機 結果市長出國 就把時間改變了 結果害他好不容易訂的時間 還是沒有拿到三機 他說在那時候 他帶著很多目的要得到 所以他婚禮就配合這些東西 當然我是告訴他說 你這次我們還是給你散機的 一定有 烤機啊 手扒機啊 我們會給你這些東西 那我們在生命裡面 可以知道 有時候人在這世代裡面 對很多的事情有期待 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夠得著 你為了所期待 改變生命的方向 但是你還是都得不著 這個就是人很多的無奈 那我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我們是來到神面前 不是要得什麼 是要得神的榮耀跟喜樂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們來到神面前 一定是要建造 一定要建造 一定要建造 這十八隊 都已經是小組長了 告訴你 他們就在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聖經說的是靈工 spiritual house 就是屬靈的家 你們來到神面前 一定要建立一個屬靈的家 神要你建立屬靈的家 你有屬靈的兒子 你有屬靈的兒子以後 你的生命裡面充滿喜樂 那我弟兄姐妹 我在教會裡面 是一個最幸福的人 因為我有很多家人 我們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一起祷告 一起胡遲一起鼓勵 生命裡面 每一天都有充滿喜樂的故事 最高興的就是 每一天都能夠去幫助別人 每一天都能夠去為別人 來我幫你希望之光 如果沒有人扶持你 我們幫你 今天這個禮拜五 我們要去東台教區 為花蓮的原住民 聯合他們的辦公室 他們一直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連一個辦公室都沒有 我們要去為他們籌劃這個 募款音樂會 我們教會要去 我們都不但是大家在一起 能夠很喜樂 我們還能夠出去幫助別人呢 還能夠幫助別人 分享給別人 哇真的很高興 今天我們還是有一個 一個團隊到恆春去 醫療團隊到恆春去 然後洛哥跟他們幾個醫師 一起到恆春 然後在那邊跟他們到 那邊的教會去訓 幫助他們跟他們一起敬拜 想到我們教會能夠 每個禮拜都有隊伍出去 哇真的很快樂的 很快樂的 當然有人問我說 那我們的人數會不會減少 弟兄姊妹 自從我們願意 一對一對出去的時候 我們人數越來越多了 自從我們願意把錢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我們教會的錢就越來越多了 弟兄姊妹 你不是有錢人 我們教會都不是有錢人 但是告訴你 我們每個人都過得比有錢人還要有錢 因為神的榮耀在我們生命裡面 是讓你享受 平安 喜樂 健康 榮耀 跟國效 我覺得這故事裡面 神告訴我們說 唯有你們是特別的喔 是神特別的 這樣子你們的獻祭才是真的 因為你們要成為君尊的祭司 你們做成神所喜悅的事情 OK 好 好 那最後我們要給大家講一些感覺 神動了我們 你們就一定要往神的道路走 你要在震撼這個城市 我們震撼這個城市的時候 唉唷 我們去那邊跳舞有國效嗎 我直接好了好不好 弟兄姊妹 幾年前 還在討論說聖誕點燈要不要取消 市政府也不想補助了 然後也每天都一一這樣 這樣 照舊力去做一些事情喔 好 那時候我就告訴他們說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你給我四五分鐘 我給你看一個新的台南市 這是三年前 哇 嚇一跳 從前年去年開始 市政府就主動找我們 你們今天還要幹嘛 那到上禮拜我們教會很忙 他就觀光局在說 你們趕快要幹什麼 不弄的話市政府很難配合 那我就說 好啦好啦 那我們就約 下禮拜一下午我們要開會 康牧師記得喔 禮拜一下午兩點 來市政府二樓的會議室開會 我說好 那時候開會 那到時候你會把策劃案拿來 我說可以 車方案是什麼 我現在還沒有 各位姐妹 感謝神啦 也就是說 給自己一些壓力 先訂時間 然後再去做 有時間 各位姐妹現在已經變成 市政府 國家 期待我們做什麼 等候我們做什麼 要等著跟我們一起做什麼 因為 你一直以為你只不過去跳舞 你一直以為你只不過在那邊站立而已 事實上已經震撼了這個城市了 這個城市 期待我們在做什麼 這是今天下午我們聯合的婚禮 在昨天 前 前天晚上 我們的預言 那我們預言 哇 一對一對他們充滿喜樂 然後這下面不是他們小孩 是這些 為 就是 舞蹈 舞蹈的 18對 就18個 舞蹈的 少女 然後 要在其中做引導的工作 是真的少女 或者是假少女都一樣 那 一樣都很美麗 那我想在這故事裡面 就充滿教會 一而再再三的動力 還記得這個照片嗎 這是我們教會的一個 短宣的隊伍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地方 一直在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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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故事不斷起來 各位姐妹 祭壇的果效是什麼 祭壇的果效不是你得到什麼 祭壇的果效是你一直站出來 一直站出來 若是可以神呼召我 我就站出來 我一直成為 弟兄姐妹 這些都成為教會 最喜樂的故事 有沒有阿們 我求主能夠保守 今天我們在神面前 再次思想 祭壇的迷失 今天這世代 你有正確的祭壇 國家有盼望 城市有盼望 你生命要更新 如果你的祭壇是 我們這一群 我們這些不猜 我們教會是教會 人家我們怎樣 人家我們怎樣 弟兄姐妹 成為自己的驕傲 成為自己的敗壞 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今天祭壇這是一個名詞 這是一個名詞 你如果把人家粉飾一下 變成銅蛇或者變成什麼 你可以有不同的形容用法 但是神都不要這一切 神不要這一切 神說到我這裡來 我與你同在 你思想我的道路 跟著我的道路 這祭壇 要成為一站又一站的 往前走的故事 我們一起來禱告好不好 那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今天我們在神面前 一起的臉獸 加新的故事 跟在神面前的感恩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 我們心何等的喜悅 我們心何等的讚美你 我們心何等要在你面前 看見神榮耀 這新的故事要知道永遠 這新的故事要在神面前 建立永恆的記號 保守今天我們在你面前的感恩 獻上感恩 我們要把榮耀歸給你 祷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名求 Amen